选课方式 当你进入新北市医学院之后 选课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老师自动把学生加入你的课程里面 另外有一种是让学生自己选课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在课程里面 其他有一门测试课程 当你不是这一门课程的学生 所以你只能用自己把它加入 记得 如果你不是这一门课的学生 第一次的时候你要把它加入 这样你才会是这一门课的学生 你才可以进行所谓的课程 那记得如果你离开的时候要做登出 不要把这一个 将我从测试课程中退选 这边翻译的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按到这个 你就不再是这一门课的学生了 你必须重新选课才会有 好这里特别注意 好那我按一下给你看 按出去之后你就退选了 等一下下一次你进来的时候 你又必须重新加入这一门课程 你看你又要再加入一次 你才可以进行课程 所以记得选课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选课 这是由老师规定 我这一门课选课的方式有 可不可以让学生自己加入 可以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做 那选了课之后 课程没有结束前 请你不要退选 一般就不建议你按到这个按钮 那你记得完成我们的浏览课程之后 你要做的动作是登出 而不是我刚才讲的 把这个从这个课程中退出去 你退出去你就不再 你就已经不再是这门课的学生了